好 另外是最新的藝文消息了 西班牙画家米罗被称为是20世纪的绘画大师 他跟毕卡索还有达利齐鸣 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天才之一 那么他有86幅画作 这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展出 昨天这些画作正式开箱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丝毫不敢松懈 箱子里头装的是20世纪的艺术大师米罗的作品 主办单位从西班牙米罗基金会 以及米罗家族的收藏当中 借了86件作品 让台湾的民众可以近距离观赏 我们从西班牙用布运 把它运送到德国的法兰克福 从西班牙到法兰克福 有一个相当长的距离 整个运送的过程中间 不论是说是它的温度 湿度 还有是说摆设的方法 我们都有特别的去研究 这次借展作品以女人小鸟星星为主轴 而这三样就是米罗最喜欢的主题 像是戴着漂亮帽子的女人星星 这幅水地状的女人戴着漂亮帽子 象征女人爱美天性 而这幅太阳下的人物与鸟 更是米罗当时送给孙子十岁的贺礼 这个画是太阳 太阳显现出来是朝日 希望说这个小孩子 从此走向更光明的一个情境 那么他期许他像小鸟那样的自由 大红色配上简单的几何图形 制作出女人雕像 把平底炒菜锅当成脸部 水龙头成为他的头发 都可以看出米罗孩童般 纯服天真的艺术风格 也可以感受到米罗大师的无限生命力 中间新闻 刘亮恒 郭碧纯 台北报导